进入到CBA战报 北京手钢队今天晚上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吉林队 携上一场大胜之势 手钢队今晚再次打出了高比分 最终128比106战胜对手 喜迎九连胜 本场比赛是北京手钢在2015年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 球队自然希望用九连胜来为2015年收官 吉林队是CBA联盟当中的弱旅 他们的国内球员水平比较一般 但小外援约士阿克格努却有着极强的个人攻击能力 比赛开始之后两队便开始了标分大战 吉林队的小外援约士手感非常出色 他趁北京队力度未稳 连续在外线投中了两击三分球 北京队这边也是毫不示弱 马布丽和王潇辉联手还了对方一波三分语 随着孙岳在圈顶投篮命中 吉林队被迫叫了暂停 第一节比赛北京手钢后来居上 凭借着超高的投篮命中率 单节就得到了36分的高峰 本节比赛北京队的球员们各个奋勇争先 在马布丽的串联之下 北京队渐渐确立了十分左右的领先优势 不过北京队的防守做的并不好 尤其是对于约时的限制不够 这让敏之岛不得不叫一个暂停来布置战术 暂停的效果立竿见影 在第二节随后的比赛时间当中 莫里斯和翟小川引领出一波小高潮 随着莫里斯的中投命中 北京队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分 眼见优势明显 明知道干脆派上了全滑板 北京队的进攻越打越顺 就连打中锋的大树张松涛都有快攻得分进场 半场比赛结束 北京手钢76比55领先了21分 比赛进入到第三节 北京队的手感火热依旧 急者在被对方干扰的情况下 依然投动了一记高难度的三分球 随后张庆鹏也通过快攻轻松上篮得分 今天张庆鹏延续了之前几场的良好手感 他在外线命中三分 帮助北京队得到了今天的第100分 眼看着分差越来越大 吉林队也是渐渐放弃了抵抗 比赛早早地进入到了垃圾时间 第四节比赛 张开仁 王海贝和尹天润等替补球员 都得到了出场锻炼的机会 最终北京手钢队12人出场比赛 全都有得分进场 其中6人得分上风 并且在主场轻松的128比106击败吉林队 豪取9连胜 评论频道综合报道